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海地区利用滩涂潜海进行养殖海产品 是目前发展海洋水产业的重要途径 对虾 鲍鱼 海参 隔离都是十分受欢迎的品种 而眼下随着海水养殖的迅速发展 养殖业开始把目光投向一些新奇的品种 今天我们就先去广东湛江看一看那里的渔民在养什么 广东省湛江市东南四十公里 坐落着中国第一大火山岛 澳洲岛 这里曾以盛产澳洲鲍鱼文明 最近几年 岛上一种叫做沙残的虫子突然活了起来 甚至还远消到日本 欧洲 沙残 俗称海虫 海蜈蚣 是鱼虾的耳料 素有万能鱼耳的美誉 随着沙残名气越来越大 许多鲍鱼养殖户都转行养起了沙残 黄木贵就是其中之一 你现在看到沙残里我把那料撒出去它就出来了 等一下我喂鱼的时候你就看它出来它去了 黄木贵的沙残就养在这一个个水泥池子里 他告诉我们 沙残的饲养很有讲究 每天喂了之前需要先淋水 所谓淋水 也就是先将海水放入池子 进入约半个小时后 再将海水排出 本身我们这样淹水就好像 它生活在最高潮带 最高潮带那潮水退了 那就是我们放缸水 潮水涨了 那就是我们淹水 我们这样淹水 一天淹两处 因为沙残都是生活在沿海滩涂 所以一天要两字模拟涨潮落潮 淋水的时间也要模仿掌握好 喜欢凉的 潮汐的 在太阳中午十点钟到下午四点钟 这个时候是不能泡水的 不能淹水的 那时候淹水 泥巴是叶的 水是叶的 那样就会把它从山了 除了要注意淋水 喂食时间也是一门学问 淹水后 五十二岁的老黄在仅有十公分的水泥池上 稳步而快速地走着 在淹水的时候 老黄就准备好了 喂食沙残的饲料 与其他养沙残的人不同的是 老黄用这个蓝色箱子来撒料 这也是他的绝招之一 这个是私肥鸡 但是我拿来撒料的话 我以前三个公园撒料 我现在一个人一个多小时就可以了 省一倍 你看盐慢慢撒撒撒 要多久 如果没有这个 甩一天的话三十亩 那臂板都麻了 黄木柜背着这个一百多元买来的撒料机 边走边撒 几分钟的功夫 淋过水的几个池子就撒完了 在撒过饲料的池子里 我们看到有一种像长了脚的蚯蚓式的红色虫子 从泥巴里钻了出来 这就是沙残 黄木柜一共养了三十亩沙残 放水排水 喂料的工作 都是围着这些水泥池走的时候完成的 在沙残吃时的时候 他还要再转转 看虫子正常不正常 每天都要绕着 走上好几圈 我是池子变成沙残 我那几个孩子 他们给我算过 一个池子就十米在里面 要一千的话就一百多米 一个池子要一遍 一个池子要一遍 两万五千里山珍 我都走完了 养沙残只是第一步 要想把虫子卖出去 必须先把虫子从泥里挖出来 挖沙残同样马虎不得 在挖沙残的过程中 不仅要注意 不能损伤沙残 还要将个头小的沙残留在水泥池中 待它长大后再挖 这两天的订单量不大 这一次老黄只请了两个工人来挖虫 其实 与其说是在挖沙残 倒不如说是两个人将池子里的泥翻了一遍 沙残在高温下会变得焦燥 感觉到不舒服的它们会互相攻击 挖虫导鼠热带 压热带季风气候 群年温度相对较高 为了保证虫子的质量 老黄在2013年的时候花了十几万元建了这个冷库 一定要低个低个十五度 十六度 我们这里面是十五六度 它才会冬眠 太低了 它就会死 会出血 太高了也不好 太高了它就会在里面不舒服 就会咬 所以这东西 高也不能低 沙残用作耳料虫和钓鱼虫时 要求必须是活的 出口到日本 欧洲的虫子还要保证能活着到达客户手中 难度可想而知 而这其中的关键就在包装 老黄先在泡沫箱里铺上虫子专用的纸尿片 然后称重 将虫子放入箱中 最后还要放上干冰来保温 这一套包装的成本可是不低 这个紫尿片 一个箱 十二片也要六七块钱 就二十多块 还有一个纸箱 要三条冰 三条冰也要三块钱差不多了 这要三十几块 它已经冬眠了 这样状态了 它就舒舒服服在这里弹着 你不动它 它一点都不动 不好 它在这里面到处爬 这样就 它爬动了 就互相咬 一咬了 它就出血了 老黄粗粗算了笔账 一斤沙残养殖成本是八块钱 按照目前二十元一斤的售价 毛利润是十二块钱 这样的一箱能装三十斤 获利三百六十元 一亩地一年能收两百多箱 利润就是七万多元 刨去基础建设费用 算下来一亩地的净利润也有三万多元 老黄的三十亩地一年利润仅一百万元 这些长得并不淘气的沙残 简直就是老黄家的金宝贝 只要它光光滑滑的 能变钱那就好看了 在挠州岛 沙残养殖与传统的对虾和鲍鱼养殖相比 养殖技术简单 成功率高 收益快 风险小 在这个四面环海的岛上 共有两百多户沙残养殖货 养殖面积达两千多亩 占全岛水产养殖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五 年产值在六千万元 占全岛水产养殖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点三 湛江市海洋与业局副局长杨伟告诉记者 沙残目前仅仅作为耳料虫 钓鱼虫 远远不能发挥其自身优势 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我认为现在它开发的行列应该仅仅是达到百分之五十 这个沙残它那个药种价值很高 特别是它那个大门值很丰富 营养价值很高 这个产品作为保健品的开发 药品开发 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有产品开发出来的话 我们这个养殖这个空间还是有的 布希尔的虫子为广东湛江的养殖户们带来了不错的利润 真是让人想不到 不过这沙残到底还是海边的生物 而眼下在广西有一个人却想把陆地上生长的鸭子送到大海里喂养 这个想法能成功吗 每天早上六点多 34岁的王中宝只要一发出这样的声音 他养的鸭子就会自觉排成一排排 然后整齐有序的走过这条马路 来到下面的前海滩图上 一边游水一边觅食 它是有一个有组织有条例的一个群体 鸭子也是比较聪明的 它也就不是我等我们安排 它们也迫不及待的出来 因为在那个滩图上那药获力很大 这些主要生长在前海滩图上 以小鱼小虾小蟹和蟹海藻等小海鲜 为主要食物来源的鸭子 当地人把它们称作海鸭 而这些海鸭产现的海鸭蛋 因为富含蛋白质 钙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等 营养价值也超过了普通鸭蛋 这是真正著重的海鸭蛋 这个海鸭蛋比其他的 那鸭蛋稍微强一点 那个壳比普通的 那个鸭蛋要厚 因为它有一些小鸭小虾吃 王忠宝告诉记者 目前海鸭蛋市场价格是每斤12元 差不多是普通鸭蛋的两倍 它现在总共三个鸭舍 一共10800只鸭 每天正常产海鸭蛋 大于1000斤左右 那么一年下来的收入会怎么样呢 一个月18万 一年就是200多万 这样一个发家致富的好项目 王忠宝是怎么想到的呢 他又是如何靠海鸭蛋致富的呢 王忠宝土生土长的青州本地人 他告诉记者 他大学时学的就是海洋水产专业 王忠宝大学毕业后 在家人的知识帮助下 投入几十万元 开始搞养殖 主要养鱼香类 可是没过几年 鱼香市场就接近饱和 王忠宝认识到 要享有大的发展 还需要另辟途径 而他之所以选中海鸭蛋项目 看重的就是青州特殊的地理环境 我们这个毛尾海 是咸淡水的教会处 这边的沿度 大概也就是七到八度左右 你看整个毛尾海 海岸 我们这个鱼类达到500多种 500多种海鱼类 那么贝类都有500多种 也有达到差不多600多种那么多 包括一些贝壳类的 也有30多种 藻类10多种 所以说它就吃起来 所以说我们吃起来 那个口感就特别好 没有腥味 就这样 经过一段时间调查了解 王中报认定了养殖海鸭蛋 是一条新的致富之路 2015年8月 他将以前做羽虾生意赚的100多万元 全部投入进来 用于选址 承包流转土地 修建鸭舍等 2016年3月 正式构进第一批鸭苗 开始养殖海鸭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三个月后 他遇到了第一个大难关 第一批养殖的8000只海鸭 突然一批又一批的生病 他说是黄毒病 黄毒病 我都没有听说过 就黄毒病 8000只鸭子花了 3800块吧 3800块的那个 那个 那个草药钱 还有打疫房之类的 都是我们政府部门 那个水产部门 水产出木局那边 过来帮我们打疫房 有了政府的重视 和畜牧局的大力帮助 前前后后折腾了半个多月 王中宝养的海鸭 终于恢复健康 之后又熬了四个月 海鸭终于开始产蛋了 现在王中宝夫妻 每天早上捡完海鸭蛋后 就会清理 装香 送到当地超市去卖 为了进一步打开销路 王中宝夫妻 又在当地政府的帮助推荐下 参加了在广西贵行举办的 第六届广西发明创造成果 展览交易会 在展销会上 他们带去的海鸭蛋 也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第一次看见 听就早就听说了 就不是 现在就是第一次看见 就比我们平常的鸭蛋 好像要大还是有感觉 看这么大的含量 还有它板过程不是很高吗 谁都可以吃的 鸭蛋多少钱一盒 50块钱一盒 一盒有多少个 一盒30个 对 有有有 在里面 有 因为 拿两盒 是吧 好 找到海鸭蛋 王中宝告诉我们 卖海鸭蛋的收入 虽然和原来养鱼虾差不多 但养鱼虾 要为饲料 风险更大 而养海鸭 是在前海贪图散养 不为人工合成饲料 所产海鸭蛋 是天然绿色产品 风险小 这让它十分庆幸 自己当初的选择 而下一步 它最希望做的事 就是去帮扶 联合当地更多海鸭蛋养殖户 建立起一个统一销售平台 一方面在实体店销售 另一方面通过网络销售 让更多老百姓都能吃到 新洲产的正宗海鸭蛋 包括刚才说的海鸭 还有网香养鱼 还有青蟹 这几个呢 也是我们青南区的四大名产 政府呢 加大力度扶持 引导农民 更多的往我们养殖 这块的去发展 王中宝的海鸭子养得有声有色 海鸭蛋呢 也为它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无独有偶 在浙江象山 也有这样一个人 他让大白鹅在海水里游戏 从鹅蛋里赚得了一桶桶金 我们一起来看海水养鹅的故事 这里是浙江城象山县的西护港 无存级的白鹅养殖场 就在这里 与一般的养鹅场不太一样的是 这里紧邻海边 白鹅养殖区中间的细水池 就是从海里抽上的海水 我们看到白鹅在里面细水 游液 从水里出来之后 扇动翅膀 甩掉羽毛上的水分 有的白鹅还会喝一口里面的咸水 跟淡水养殖的白鹅相比 并没有区别 海水养殖的可能毛色方面 可能相对要说 比淡水要稍微差一点 开上去然后有时候会比较偏黄 无存级的养鹅场 目前有一万两千只种鹅 为了对比淡水养鹅 和海水养鹅的效益 它把养殖场分成了两个区域 南边的区域用海水养殖 北边的区域用淡水养殖 每个区域都是六千只白鹅 这样可以进行精确的计算对比 像说北边那边的话 羽毛要好看一点 比较洁白一些 这个是它一个特性决定 海水里面有盐分 那产丹率呢 产丹率不影响 受精力也不影响 就是免疫力 它的整年的死亡率反而会下降 会提高它的免疫力 用药也比较少 得病也比较少 经过几个月的对比 无存记发现 海水养殖并没有对白鹅产淡率 受精率产生影响 相反 用海水养殖的白鹅 疾病发生率却降低很多 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 工人从产弹房 抬出了一筐鹅蛋 这可以 但大小都差不多 就是再弄干净一点 下单的地方再弄干净一点 这一筐一百多 它这筐是比较大的 一百五十个左右 那么两千个三百 一万二就是一千八 两千左右 我现在说过 最近这段时间两千左右 再往上升就能够升到三千多 三千 这样子 每天从产弹房检时的鹅蛋 会集中起来 然后运到孵化中心进行孵化 无存记的养鹅厂主要出售小鹅 他告诉记者 一只种鹅一年产弹大约38枚 能够孵化并成活的小鹅 大约在22只 每只小鹅的售价在15元到30元之间 近这三年的话 基本上每年能够平均卖到20块钱左右 就是一年的总额 一只总额的收入 毛收入能够达到400块 除了它的飼料成本 人工成本 一些损耗 那么基本上能够维持在100到150 这个利润 一只成业额 按照每只成年鹅 一年150元的纯利润计算 无存记养殖的12000只白鹅 每年就能够获得150万元的收入 无存记告诉记者 它们孵化的小鹅 主要销往海南广东等地 特别是这几年的市场行情比较好 所以销售价格也比较高 苗鹅生长速度快 还有一个抗病率高 就是损耗不大 像我们这1000只鹅 它有时候养到好 能够达到980 990 95%以上的成果率 我们这个并少 养护就喜欢养我们这个鹅 养护有钱赚 我们苗价就高 怎么会想到用寒水养鹅呢 这就要归功于陈书芳 在向山县畜牧兽医总站工作的陈书芳 是浙江省兽医行业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由于向山县海域面积比较大 陆地面积比较少 淡水资源尤其匮乏 很多淡水区域被规划成禁养区 为了给白鹅养殖 提供一个新的空间 2013年10月 陈书芳开始了海水养鹅实验 假如这个实验成功的话 那我们海边就有很多地方 适合我们大白鹅饲养的 我就抱着这种心态去做了这个实验 当时陈书芳挖了两个水塘 一个是下雨形成的淡水塘 一个是利用掌潮灌进来的海水塘 每个水塘都放养了两百只鹅 进行对比实验 海水这个它不愿意下去 一下去马上就上来 下去喝了一颗水 它的头猛摇 那种非常难受的感觉 像把吃进去的水倒出来那种状态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陈书芳发现 海水养的白鹅逐渐适应了咸水 开始愿意在海水中游泳细水 而且有时候还会喝一部分海水 更重要的是 海水中的盐分还起到了防腐消毒作用 白鹅基本上没有疾病发生 淡水养鹅的时候呢 就水中需要添消毒药水 那么现在我们在海水养鹅里面 本身就自然的盐水 在那里呢就不需要添加消毒药 第二块呢 我们这个鹅在养的过程当中呢 它一并减少了很多 特别是肠道疾病 跟它的脊外的寄生虫病 这海水养鹅呢 基本上没有了 那么它的死亡率呢 也是明显的下降了 在对比试验的过程中 陈淑芳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她发现生长在海边滩土上的大米草 成了白鹅最喜欢吃的新鲜饲料 她就去主动的去吃大米草 而且吃得非常喜欢 一个鹅在吃了 结果后面的鹅都跟过去吃 这是在我试验当中 一个非常大的收获 意外的收获 就是鹅会吃这个天然的大米草 在无存机养鹅厂旁边的海滩上 生长着密密麻麻的大米草 这些大米草是引进的外来物种 它会迅速的蔓延和蜂涨 不仅残生沿海的滩土 还会导致沿海滩土物种大量减少 之前当地政府 一直在想办法抑制大米草的蜂涨 如今这些大米草 却成了这种白鹅的罪爱 究竟嘛 究竟取材 会想办法 或者是掌槽的时候 用船滑下去把它割上来 那么现在因为秋天的时候 它可能比较老 然后老呢 我们上面稍微割个短一点 秋天的时候 它弄得抽上来的话 我们就比较 也大大降低成本 所以鹅也好 为了更好地利用大米草 无存机打算增加一些设备 把割回来的大米草 加工成颗粒 这样便于储存 可以在春季的时候 多储备一些备用 如果喂食的大米草多了 就可以减少其他饲料的投入 饲料比如我一天 正常的话 从四两到五两 我是吃稻穀啊 玉米啊 豆柏这种的 五股杂粮的 那么我这个割上来的话 我可以 我一天 最起码能接到三两 或者二两半 这个是不要钱的 比如说这个成本是可以大大降低 或者饲养成本 无存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如果用大米草代替一部分饲料 每年可以为它节省几十万的饲料成本 而且绿色环保 我现在按照现存的一万两千预算 我一天 现在一天的成本 大概在五毛钱 一只得 那么就是一天的话 就将近六千块钱 六千块钱的话 如果大米草能够 剃到一部分饲料的话 就是能最少能够 一天能够降低两千块钱 就一个月就是六万 一年可能有几十万的一个成本的一个降低 过去传统养殖白鹅 主要是在水库河流中放养 因为使用药物 加进了分别等问题 对陆地上的淡水资源造成污染 而利用海水养殖白鹅 能够大大减少药物的投放 同时集中饲养 进行集中的污水处理 也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我们象山本身的地域环境 所造成的海水比较多 但是质源比较缺乏 那么这样海水养殖的前景 还是非常火阔的 养殖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往在我们传统观念中 海洋经济指的就是 海带 海鱼 海参等传统产品 可是今天我们认识的几位养殖户 无一例外都是独辟蹊径 寻找到了传统海产品之外的新机会 在海洋和陆地资源都日益匮乏的今天 他们不仅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 赚得了财富 也在客观上保护了生态环境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创新无处不在 而要想在大海里淘金 就必须要有创新的眼光和做法 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新的财富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您还关注更多的信息 就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我们下期再见